我是周玉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财经Spotlights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刚才寿司之神 跟欧巴马的一瞬间 以及台北的好吃的寿司 都在家常的实时入扣当中 我们会上网提供给大家 在现场的郭正亮 有一天可能也会请我吃 这么好吃的寿司 正亮好 你每个礼拜介绍这个 有没有写在网络上地址 有啊有啊 都有吗 有啊有啊都有啊 在脸书上也有啊 家常的脸书 那我每次都想要那个 把它贴在你的背上 那你就可以记得要请我吃 有一家离我们家很近 不去订了 你过来付钱就可以了 这样子啊 是你家旁边那家田不辣是不是 对啊 那天急屋也不错 我们二一六项可是宝啊 但是这个 嗯 不要浪费时间啊 灰民在线上了 要教我们怎么赚钱 是营收的年增率 月增率都很亮眼的公司啊 虽然外在环境呢 这个有很多的杂音 可是股市呢 是另外一个领域 希望大家投资的时候呢 也能够这个管理好你的风险 谢谢咯 谢谢 谢谢慧铭 我们来这个现场为各位介绍的 就是可爱的郭正亮老师 哈喽 可可各位听友大家好 为什么我的手机 我把那个声音关掉了 他还是有声音呢 我怎么知道 你昨天晚上有枪权的死刑犯 害我有点毛毛的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来请教你啦 今天你要谈几个题目 没有今天主要还是 就是合适吧 然后林毅雄 因为今天苹果也登了嘛 不是苹果 是一周刊啊 嗯 就是他 他吃流职的东西 算不算进食了 算 也算进食了 算算算 那就结束了 对应该是结束了 那这是好消息啦 哦 他不会牺牲掉 不 因为我昨天重新看甘地的传啊 甘地这一辈子 绝食了18次 然后进监狱5次 嗯 那18次也都没有饿死啊 他后来是被暗杀嘛 嗯 那可是英国后来也越来越发现 甘地有特别的作用 就每次有 嗯 印度内部有问题的时候 都请甘地绝食 他有道德的高度啊 他有道德的高度啊 也不是说请他绝食啊 是是说 这个就是国宝嘛 因为一个国家有公信力的人不多啦 那 嗯 那他有跨越蓝绿的那个高度也不容易 但是问题是印度那国家没有蓝绿的 几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啊 有有有 他们是种姓制度 部落制度 民族的问题啊 对 部落的内战 对啊 就种族问题嘛 对啊 对 那就只有他出来呼吁结束内战有办法 啊 那别人没办法 你怎么知道以后蓝绿波有大冲突 所以朱立伦向林英雄示好 也是看中他未来可能的作用啊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林英雄这一次的行动是阶段性的 差不多 告一段落 我坦白说啦 我们去年3月1号立法院那个决议啊 啊 那这次是行政院跟总统府承认的那个决议吗 啊 这也算是胜利啦 可是他下半年还有一个纷争 那就是他的嗯 执照 就是他的建筑执照 今年底要这个到期 我是今天看新闻的 对 所以呢 台电要去申请再延展五年 对 否则的话 他的那个完工封存什么没有办法做 建筑执照跟操展要报没关系 那现在是能源会啊 这个原能会啊 要来这个审核这个执照 那原能会说要下半年再处理 对 但是下半年有选举 反正我跟你讲 只要没牵涉到反应器跟燃料工程啊 你说其他都还可以 就保证不要这个 就没有安全问题 因为昨天民进党已经有点软化了嘛 意思就是说差不多了 这就跟庭建差不多 因为那个急迫感已经没有了嘛 那公投门槛下修 公投什么核四条例已经解决了吗 那个牵涉到啊 就是说封存之后要重新启用啊 对啊 要那个要经过什么程序 那为什么要重新启用 重新启用的条件是什么 是电价要涨到什么程度啊 确定到什么程度 我知道如果是僵硬化 加上国民党团的决议啊 那重新启用就是要经过公投嘛 那公投门槛还是现在这个鸟龙公投啊 我问你是公投的题目是什么 公投的题目如果是启用公投 那就是正面表列咯 正面表列如果公投门槛不降 反合的不会有意见 那我问你啊 这个你说题目啊 如果是正面表列 如果是正面表列 正面表列要启用 那当然了 那这个50%很难过 所以这是马英九跟这个苏贞昌讲的这个关键了 就是副决嘛 题目的问题了 不是创制的问题了 对是副决 对对对 可是启不起用 他不是曾经说过要继续新建这个是政府的政策 那个是这样一话去年讲的 对啊 可是在国民党团做出那个决议之后 国民党团的决议你不要忘了 叫做这个他不就安检之后封存 封存之后公投才能启用啊 所以你说这个决议会约束下一次的题目 这两个要加起来看了 那2016年的总统大选 要不要启用 要不要公投这个门台下降 任内都不会处理的 那我说下任总统的候选人会不会碰到这个问题 会 那朱立伦跟蔡英文就惨了 尤其朱立伦 对可是我觉得今年的那个全国人员会议就蛮重要 那马英九是不是把这个烫手杨山玉扔给了下任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就是马英九的用意在此 那一年是坏还是好 他就不要负这个责任 哦不沾锅 对 也不是叫不沾锅 他不愿意负这个责任 不沾锅是指那个连结的部分 这个跟清廉没有关系 我觉得他的不负责任有两点 一点其实他本人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反核的了 了解他的人都承认了 可是他卡到了国民党的船 对 所以他基本上就把这个责任 这个推到下一任去了 然后扣扣另外因为有一些国际的大趋势了 比如说欧洲的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在上升 对 像德国很可能会超过25% 而且基本上我觉得台湾慢慢慢慢他像昨天郭台铭就已经这么大胆的出来批这个许盛雄的脑袋这个取代了他的这个屁股取代脑袋 对不对 因为许盛雄现在的产业还是用电量比较高的嘛 对 那那个郭台铭因为他已经转型了 对 而且他的这个代工厂都在大陆 没有错 他就他我真是欣赏郭台铭啊 他骂许盛雄是那个那个屁股取代脑袋说他的行业不懂这个省电 台积电啊 人家早就这个台积电的节能就节了七分之一 对啊 对不对 那台大电更不用讲 对建筑 对不对 再加上自己这个节能省电 这个其实想办法讲可可啊 因为我们的电太便宜了 对 所以我们的节能做得很糟糕嘛 其实最重要的我个人是认为其实现在不是能源的问题 现在是马英九政府的信任危机的问题 现在就是你马政府讲什么话我都不相信嘛 你台电讲什么经济部讲什么 那个你要这样就两个话又不吻合 所以你干脆9%就不要处理这种重大问题 也可以啦 让下一个民调高的人来处理 好他现在已经啊 用国民党党主席的方式去整合了 用县市首长的方式 把朱立伦要下修公投门槛的上个礼拜扔出来的那个比较 比较挑战性很强的要跟民党一起逼宫的这样的一个地雷 给解掉了 解掉了之后他很快的昨天啊这个宣布今天要让朱立伦三个副主席 郝龙斌跟胡志强担任副主席 这个当然里面朱立伦的指标性比较强 对 那好我们等一下来讨论 可是我要请教郑良就说你国民党人士调整 你那个内阁还混得下去吗 虽然这些人我认为不差像张家住啊 但是经济部已经信任度只有5%以下 你的内阁要调整 520是他调整内阁的机会 这是我猜的 我同意 好那我们赶快 难得我们俩现在有共识 所以要赶快自己进国 其实朱立伦只要确定不选新北市啊 他几乎应该就是不选了 那就要郑重考虑让他阻隔嘛 就这样 对 不管是不是让他阻隔了 就是说朱立伦他在这一轮当中 从马王正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有的人说他有点小小的滑头啊 投机 可是最起码他还站在了一个基本的立场 但是在关键时刻以新北市长 他跟苏贞昌见面 那一场记者会 我觉得他是有勇气的 拜托反合民调超过60 所以他不只是有勇气 他还可以闻到民意对他的勇气的支撑嘛 那其实马英九 闻不到不是麻木不仁的吗 但问题是马英九要竞选以前 他要争取大位以前 他也是这样的人啊 但是他自己现在连任的结束了 他现在耳朵长毛了嘛 对 那现在看起来 今天的重大消息 一个就是林英雄的进食 是不是已经阶段性的告一段落 第二就是国民党的副主席 要增加好力强 那已经确认了这个朱立伦要职工2016 不竞选新北市长了 那好 接下来我们要呼吁马英九 总统 党主席 请你把这个 已经信任感低到5%以下 甚至于被踩得差不多要变复述的那个 要做一个调整 立刻回来咯 您所收听的是 QQ早餐 礼拜三 非常好 多的听众朋友喜欢的单元 郭正亮 亮亮与QQ QQ早餐 全球快递高 好 今天那个 一周刊的这个报道啊 说林英雄先生在医院里面有进这个留职的东西 那台大医院呢 没有证实 可是 现在这个影片也出来了 他有照片吗 他们也没有 有拍到人家在吃东西吗 他没有 其实是没有啊 我没有注意看 他就嘴巴而已 这样 那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就算是留职的东西也 就 他本来就有喝水了 那如果有喝营养液之类的了 留职嘛 因为本来我们进食之后要慢慢恢复 就是要慢慢来嘛 也不能一下就大吃啊 因为你也知道到家有个叫屁股嘛 也是绝食的断食疗法嘛 嗯 也是有这个过程 嗯 好 那就说呃 对马英九来讲 这个林英雄先生如果呃 近时告一段落 把这个和四这一波的风暴可以稍微的 至少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和四 我觉得林先生要从长记忆啦 因为这个又不是革命 怎么可能一次得到所有的目标 对不对 他的目标是庭建跟 我知道啊 鸟龙公头修正 你不可能一次全部赢嘛 对啦 你又不是革命 那我请问你这一次你们民进党赚到吗 我认为是朱立伦赚最多 你们上次那个做看门党是一次做看护党吗 我这次民进党其实 听众朋友 现在民进党的外号是从看门到看护 不反核本来就是民进党的主张啦 你说你个鬼头啊你们民进党的主张呢 那个是反核人士的主张你们民进党拿过去而已 不林毅雄 主张你们民进党庭建又又复建 你们蔡英文苏贞昌也在那边那个搞运算 好意思 林毅雄当过党主席 虽然我跟你交情不错 可是公开评论的时候 我必须站在是非这一边 你讲那个历史那一段我同意啊 对啊对啊 也编过预算没错啊 对啊 那2005年AIT还有爆料过危机解密嘛 说那一段时间事实上 李远哲还来帮何世官 有 这也是事实啦 李远哲还这个曾经签过承诺书 何美越嘛 大家都知道嘛 这是事实啦 那这个是历史工业啦 可是有一个转折啦 就是说奇艺啊 奇艺他跟西乌现在也做太阳能啦 对他们要赚别的结合 所以我们对美国的订单 可以从何能改成太阳能 就是说我们我们这个保护费 所以不会得罪美国 何能已经付光光啦 已经完工了 二号机的零件全部都给了一号机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处理 是 所以老美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一次其实马英九才是完胜欸 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马英九是完胜 他的公投法也没有修啊 劳贡也不会生气啊 那钱照付啊 二级组停工算算他退了 你觉得他有退 他们跟我讲那个 那个二级组本来就已经停了 本来就是一个废物啦 他本来就是零件能用的都拆到一级组 如果他继续做二级组 是还要有一些零件 他承诺停工 你觉得他这个算是让步 算算 这个事实上是立法院决议啦 那等于是马英九承认的那个决议 啊好 嗯就是去年的那个 对对三月一号 调业协商的那个决议 换句话讲 马英九啊 马英九那个人 他常常说他是读中庸 嗯 那晚上人家问他说 你半夜三更 这个如果嗯 啊这个男生啊 这个呃 身体有什么变化啊 我是什么样的时候 你怎么办 他就说 我就读中庸 这是以前我们问他的时候 他讲的 好恶心啊 这什么恶心呢 这你难道不会吗 去洗了水澡啊 他也洗冷水澡 你怎么知道有吗 他不知道人家楼下洗冷水澡 你知道为什么在楼下洗吗 他们家那个楼下那个 马路上有那个免费的水 在那个洗车子的店 马英九会有 他说的 马英九会有上火的时候吗 当然会有 他穿游泳裤去洗澡 我真想半夜去拍他 不过我的意思就是 他这一次走的是一个中庸之道 到目前为止 嗯 已经一个礼拜嘛 刚刚好 他是跟着形势在 但是我觉得他这一次处理的 嗯 还算不错啊 不朱立伦也帮了他嘛 哦 朱立伦算是加分 而且朱立伦太厉害了 6月1号 他很那个啦 朱立伦算不算金牛座啊 6月1号出生的 是金牛座 是 不 6月1号是双子座 是双子吗 对 那他太厉害了 他那个 他的那个 妥协啊 这个 嗯 务实的精神很高耶 我要看他九大行星 他可能只有不止一个星座 他很会赚钱 我跟你讲啊 国民党是很很贱啦 他先用国民党团 通过那个 就是我要继续完工 嗯 再来安检嘛 嗯 那那个是打破了去年3月1号的 第一次啊 你说那个啊 对 所以那个立院党团的决议 事实上是违反3月1号决议 啊 你就说礼拜三晚 礼拜上个礼拜 对对对对 先是党团大会的决议 违反朝野协商 这个几乎等于张庆宗啦 对 所以呢 马一九就立刻在 马一拉回来 礼拜天的时候开了一个15个县市首长的党籍 再把他拉回来 嗯 所以做个样子 让舆论以为马一九有所退让 那中间呢 的一个插曲就是朱立伦跟苏贞昌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认为 就放出公投门槛 公投门槛要下修 那天晚上那个媒体是欢呼的 当然是欢呼啊 因为觉得这个是解围的方法 对啊 那可是后来朱立伦的这个主张被马一九加一化这些人在党籍的15县市首长会议当中给压制下来了 没有错 因为本来这个事情解围只有两个方法嘛 一个是下修门槛 一个是停工嘛 这两个都是方法啊 那马一九选择了停工嘛 马一九选择了二号机主停工 对对对对 那等于马一九的权威还是没有被朱立伦给预约啊 这个本来就是中央的决策嘛 这个是职权的问题 但马一九昨天又这个宣布这个今天各报都有了要让 他既打又拉啦 你说 其实这个不叫世代交替了 这个叫抓交替了 抓交替什么意思呢 抓交替了 抓交替就要死一起死了 哦 今年底选不好你们几个副主席跟我一起下台 所以我就不用下台了 哦是吗 马一九这么多心眼啊 我是北部茶 欢迎收听Coco早餐 8点33分12秒 我是周玉寇 来看这个今天各报这个的报道 最新的一个答案就是说死刑的这个死囚的执行 那些费死的说他为了买政府为了增加民调 我觉得超一点无聊的 不对人家理解是说可能有点转移焦点啦 这有什么好转移焦点的 至少这个会是大媒体来大幅报道吧 报道又怎样 我觉得那些费死联盟很好笑 还说还说罗英雪你杀人你快乐吗 那笑死了你去帮那些杀人的人 你去帮那些这个杀人放火的家伙讲话 那你快活吗 最讨厌费死联盟那些人了 反正费死在台湾没有多数支持 对支持罗英雪部长 嗯 其实死刑在 在东亚地区没有国家通过 你说费死 对 对呀 日本不是后来也这个 日本韩国 韩国是没有执行啊 对呀 可是他并没有废掉死刑啊 这个这个费死联盟的人 你不要又跟什么反核式的放在一起 什么太阳花放在一起 烦死人了 一马归一马 你们不要以为台湾的人民那么笨 还昨天晚上在忠孝东临森北路在那乱搞 你这费死吗 不是红崇燕 我知道了 还有那个谁 王毅凯 那个是贪犯交通啊 结果被人家骂的半死 最后五分钟以后就跑人了 他已经搞错目标了啦 对呀 这些人这样做反而不好嘛 他这样会害了反核运动 对 所以林英雄今天开始 昨天有发发那个声明 因为你反核运动你要围啊 你怎么去围市民呢 你去围马云九的官邸嘛 不是你去围立法院也很无聊嘛 人家立法院有正常运作 还有把一个凯达格兰大刀 弄成一个野餐的场所 这也够够烦人的了 是啊 立法院那个被围 事实上王金平要负责任 所以他们那个很多绿营的人啊 私下我们聊天他们也说 这个蔡丁丁也会让这个反核运动 变得很麻烦 蔡丁丁是蔡丁贵教授的外号 一样啊 对不对 我就说这种东西 你就被转移交点 觉得要适可而止啊 你不能够这个过头overdue 在台湾他有一个机制的调整 其实郝文斌很聪明 你看他就开始转强硬 当然 尤其是凯达格兰大道上面 我看到这个 他们在两边放帐篷 那你算什么样子吗 你像不像一个国家呀 对不对 那个是还没怎样 我觉得主要是中校西路那个 那个瘫痪中校 那天那个 好龙斌做的是对的 非常对对不对 那昨天晚上那个 那个擦江走火 是让人讨厌的 好不管怎样啦 就是说你不能够越过这个 路这个界线的红线 好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 林英雄先生看起来 好像阶段性的进食结束 那国民党的隐性拆除 国民党开始 你刚才讲是抓交替 对 你帮我们解读一下吧 抓交替就是马英九 马英九知道自己的领导力不足嘛 不足就要分享权力嘛 可是这个分享呢 是在他主导下的分享嘛 他并不是真的授权交出去 可以插嘴吗 为什么去年 马王征之后 他们不是有个全国代表大会吗 本来有人叫 叫他这个 把这三个副主席放进去 把老的 这个 请下台 他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做 因为合适让朱根好明显造反 是啊 那马英九看到 那也是因为苏贞昌挑拨离间成功啊 这个议题刚好是双北的议题 所以我觉得是刚好打到要后 你认为是这个最大的关键 当然 是合适 诸侯逼宫 对 那马英九看到了 那马英九就召开一个扩大的嘛 那你们两个就是十五分之二了 就县市首长会议 那个叫西市 那天是很成功的危机处理 非常成功 那个叫十五分之二 把你西市 那西市之后再把你拉进来 那逼你在年底跟我一起负责 那当然 这个就权力权力管理来讲是成功的 不这个对国民党的执政的延续也是成功的啊 因为你2016 你从党的角度当然是漂亮的 如果2016这个国民党选输了 马英九本人也要倒霉啊 很多人说美国人就把他带走了 他接下来就少一环啊 就是未来的那个改组啊 那郝龙斌跟朱立伦是什么角色 因为这两个人任期都到了 哦对 所以这两个人一定要有角色 这样落实副主席才有意义啦 不然你当个纯党工有什么用 对啊他可以帮忙辅选啊 那个没有用 辅选完了以后他明年就职工2016啦 朱立伦跟郝龙斌两个都可以啊 郝龙斌如果想也可以啊 大家平台上竞争啊 还是要给他一些功能上的东西啦 你如果给他行政院长 那吴敦毅怎么办 可不平衡啊 你不要以为当行政院长一定得分啊 我们小江当了一年多 结果如何 小江是搞不成 小江是因为立法委员也瞧不起他 没有名义 他只能跟着马英九屁股后面跑 你错了 我跟你讲啊 接下来至今区也要吵架 福茂也要吵架 至今区可以偷偷过啊 先都条例也要吵架 那才过三条而已啦 你说小朱如果六月来阻隔 一定得分吗 不一定 好 我们最新的消息是提供给大家 可能很多人呢 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讲到 就是说朱立伦 郝龙斌跟胡志强啊 马英九总统 他已经在昨天 要叫今天中场会要被查 昨天中山汇报嘛 那要把他们三位提来做 这个党的副主席 那现在的副主席 象征性很强的蒋校严 林峰正跟詹春博 一个是吴伯雄的人 一个是蒋家的人 一个是连战的人啊 全部都自动请辞 那现在三个新的上来 然后原来的副主席 曾永泉是秘书长啊 那洪秀柱 他具有代表性女性嘛 而且是国会 那另外一个就是黄敏慧 那黄敏慧被瞩目 认为是下界 就是他 黄敏慧被认为是内阁的好阁员 那说不定下个月或什么 520以后换 内阁大改组的话 如果是朱立伦做院长 黄敏慧就可以当 对 当副院长是绰绰有余 而且两个人就可以选2016 没有错 就打死蔡英文跟赖金德 因为刚好是北跟北南的结合嘛 对 黄敏慧是恰到好处 然后他站在蔡英文旁边 比蔡英文 打死不一定啦 可是挑战性很大啦 一定打死 我认为一定打死 这样讲话 没有什么 你这个公然要发钱 这个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朱黄配一定打死 蔡赖配啊 做政治分析要留余地啊 要留余地啊 你要说几率高一点 几率高一点 那几率高的打死 几率高一点 我举例啦 各位听众 现在的国民党的今天的这个举动 对马英九来讲 也是不太简单了 对不对 我同意 其实事实上就 我觉得其实你要对照民进党 那我 因为民进党刚好亲王不接嘛 那我问你 那不是苏贞昌 他就要做 透极不着18米嘛 他这个去拉那个 好龙斌跟朱立伦 想要来那个 逼供那个马英九 结果马英九把他那个 停工 弄完之后 他发觉不对劲 他又把朱根好拉进来了 又拉回来 那朱根好不会感激苏贞昌啊 他会大团结呀 这本来就这样 人家是国民党的嘛 所以你说政治真的很好玩 一个礼拜 就不能期待太高 就好像民进党不能期待 跟王金平太高一样嘛 那现在王金平跑哪去了啊 王金平现在还是在被孤立中啦 哦 所以我觉得对马英九来讲 他聪明就是说 他如果让 一石数鸟耶 这一次 我跟你讲 他如果真的敢让朱立伦组阁啊 那朱立伦跟王金平 大概就可以处理 行政院跟立法院的问题了 哦 因为他们两个人 因为王金平曾经找朱立伦去竞选过嘛 做副手 文剧简秘说的 他们关系不错啦 那这样子马英九又被架空啦 你早晚也要下台啊 什么叫架空嘛 可是他当总统 他怎么要掌控全局啊 不那就是朱立伦如何在中间 传达他的旨意啦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可是朱立伦会是一个相对有自主权的行政院长 不止 我觉得朱立伦这一次 他跟苏贞昌开记者会 然后马英九有点压制他 到最后县市首长变成15分之2之1 对不对 而且空国讲白了啦 朱立伦没有一点自主权 他选得上吗 对 他有一点自主权 但是他有点 你有切割你选得上吗 他跟马英九有妥协的 而且他们之间还有某种程度的互信 那你也要让人家做一定的切割啊 因为马英九跟苏贞昌见面的时候 说他有打电话问朱立伦 是 有没有 他当时他有这样讲 没有错 你要知道那是马英九打 不是这样一话打 嗯 其实马金跟朱的关系 没有想象中坏啊 当然那是有热线的啦 只是马英九要 他们跟 不能跟连胜文来比 他跟他们跟连胜文是有仇的啦 马金 那完全不一样的关系啦 他跟朱那不是啦 而且朱他也没有 朱立伦这个人面面俱到啦 嗯 太厉害了啦 跟连胜文完全不能类比啦 啊好 那现在的这个抓交替啊 就看下个月内阁要不要改组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把这三个人拿来做副主席 但是不让他们有新的职务在内阁里面 让他们到年底之后就阳春党官啊 阳春党官就 阳春党官有个屁用啊 2015就职工2016啊 这个你讲的是朱立伦的部分嘛 郝龙斌也可以啊 我跟你讲不太可能这样 那郝龙斌做什么呢 回来做环保署长啊 这个是马英九的安排嘛 就是马英九如何让这些人认为我有恩于你嘛 那问题是说那如果胡志强选不上的话呢 怎么办 三个人都要安排啊 那以后再说嘛 那知道你六月朱根好要有所安排嘛 而且马英九手上还有好多糖果耶 他还有监察院长 监察院副院长 监察委员 考试院长 考试委员 考试院副院长耶 他有好多小糖果可以给耶 郝龙斌一定是院长起跳的吧 做什么 考试院长 我不知道 你叫他当监察委员像话吗 监察院长也不像话呀 反正就是以他来讲 他就要院制备 我认为监察院考试院长 他要用本省人 我们立刻回来 这个我不知道 我跟郭正亮分析 政治情势 是还蛮有成就感 除了他常常口出恶言之外 立刻回来 8点43分37秒 HeadFM联邦网 GoGo早餐节目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 七点到九点为各位播出 礼拜三早上八点到九点 全球快递够 活着量在现场 好我们继续回到民进党好了 对不对 民进党很麻烦 国民党在重新集结中 对 那分享权力也开始了 那我问你啊 你现在判断说国民党里面 现在吴敦义 我先看结束 我们刚刚讲那个国民党 现在朱立伦好龙斌两个人 想攻2016那是自然的 那看马英九要不要安排他们位置 可是副主席已经是第一步了 对 那吴敦义会放弃吗 Coco我跟你讲 马英九这次对丁守中有尽全力吗 没有 那丁守中跟连胜文算还比较接近 民调 对 那你去看朱立伦跟吴敦义差多远 所以 所以马英九何必对吴敦义下那么大的力 不可能的是 后来这个丁守中跟连胜文 民调甚至于丁守中 对 几乎一样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党内规则上面稍微有点 对那你去想一想 在这种情况之下 马英九还没有尽全力去帮丁守中 那朱立伦的民调赢吴敦义超过20%以上 那不一定啊 未来让让吴敦义跟江仪化两个人 我跟你讲一个真的是秘密啊 有个非常核心的人曾经问过 我说吴敦义可不可能 我说不可能 他民调太低 江呢 不骗你 不我知道 我知道 马英九一定希望吴敦义选或者是江仪化选 江仪化选总统耶 你不要以为啊 去年这样想是合理的 有啊 可是经过太阳化跟访和事之后 我跟你讲啊 没有一个国家的副手的民调会超过正手 所以吴敦义是困在这个结构 吴敦义是 第一他年龄也高 而且他困在这个结构 那江仪化呢 江仪化伤痕累累 江仪化我跟你讲 这个要选总统一定要取得精英的认同 党内精英不认同你 你是没有用的 不只党内精英 现在社会精英也都不认同 他那个行政院的那个距离啊 那他就不用讲 镇压 而且他一边普配民调又没有 我看过一个伊甸式的民调了 落差到朱立伦43.6 江呢 江只有1.7 吴敦义2.6 然后郝龙斌8.8 真的还假的 我骗你干什么 两个礼拜前 这个大概 可是你知道丁守中那时候都追过连胜门之后啊 他们呢 很多人呢 这个也都 比较有信心 觉得 因为在对比式民调 你知道吗 现在是用对比啊 这个你讲的这个是互比 可是我问你嘛 最后是党员投票决定嘛 那马英九难道黄复兴他使不上力吗 总统选举 我讲的是台北市党出现 那马英九并没有出力嘛 因为他中立啊 那黄复兴党部 他如果真的支持丁守中 为什么他不出力 你去想一想啊 我的意思是说 而且而且连胜文的跟他的关系是比朱立伦更远 可是连胜文太有钱了 他们那个动员力多强 那一天只要动中巴士 动动一个一个投票所动20趟就够了 根本就靠钞票起来的 那总统府会没钱吗 总统府钱不敢乱下 怕被人知道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马英九他现在也看破了 就算他 吴敦毅在他旁边啊 这个因为关系亲近啊 因为他跟朱的关系没有那么坏嘛 他跟朱的关系不像跟连胜文的关系那么坏 朱也未尝不好 那他就顺势就好了嘛 那我觉得那我是吴敦毅的话 我就宣布根本不要嘛 免得到时候很丢人 事实上国民党内大部分的人都这样看了 他应该下来嘛 可是没有办法下来啊 可是胡志强曾经说过也 我们有一次很多人媒体界的 比较资深的跟胡志强聊天 他也没有说不能讲 他说他认为应该是按辈分 伦理让吴先做 朱不要做 不过那也是去年以前 我跟你讲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年轻的人一上 那老一辈就全退了 所以说他跟他个人也有点关系 当然啊 他们是命运共同体 那现在吴看起来是没有 那江后起直追的可能性 几乎是太阳花学运 把他的政治前途给毁灭了 他前浪后浪都算不上 可是江一话 他最近还蛮积极 没有用啊 透过好多社团 没有用 完全没有用 因为国民党的人已经 国民党的精英 没有人把他当这个角色了 他礼拜一开记者会 那个劈工头 弄咬牙切屎 那个也没有用 打击那个 我觉得太不厚道了 那天我看到你们耶鲁大学毕业的 我都心发毛 跟那有什么关系 江一话太过头了 他做打手做过头了 小心一点 马英九身边的亲信幕僚 也会觉得你在干嘛呀 你想抢我的位置吗 他民调最高就是年金那个时候 我这个是诚心诚意的劝告江一话 马英九身边只容得下 各位属的幕僚亲信啊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取而代之啊 而且马金永远都在寻求新的平衡 对呀 所以江一话不要过头的以为自己是马英九的打手代理人啊 你打久了 你身边的人都会 那个马身边的人 因为他毕竟是后来的人 而且他跟其他人的渊源不深的 虽然阁源现在都是都是江一话的人 而且你去打民调最高的人 对你是商人 当然了 那说明你是江一话 他的内阁的阁源 现在除了一部分是刘兆玄的人之外 其他人全部都是他的人啊 那你怎么内阁改组 是马的人啊 你认为是马的人吗 马跟刘兆玄啊 就两个人嘛 我告诉你 后来江一话笼络他们 然后他们 他们跟江跟马绑在一起啊 那个没有实力啦 你觉得是没有实力 没有人会认为我的 我的权位来自你啦 这个太天真了啦 不过现在看起来 对啦 财经经纪部长是刘兆玄的人嘛 交通部长是江一话的好朋友 就只有叶匡时啦 教育部长 叶匡时他一路提拔上来的 对 是啊 那 可是叶匡时你说真的谁是老大 他不清楚吗 所以我们可以预言今天国民党的这个 副主席的抓交替 你讲的啊 那接下来就是那个必须改组 必然改组 改不了组的话 你年底也是一塌糊涂 事实上大家是在慎重评估 要不要换隔魁 这个隔魁我觉得他做不下去 是啊 我其实我觉得江一话蛮聪明 但是他真的在处理这件事情当中 他没有办法掌握到分寸 你知道他是一个过悲跟过坑的人 扣扣啊 年底你要知道是什么议题 对 赤金区 年金改革 监督条例 这个你扛得起我才不相信 而且江一话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想做政客 但是他的细胞还没有改为政客 完全没有了 所以他就会过悲或过亢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他在表现上面会这个样子 他没有办法有个中间的这个位置 那朱立伦因为久了 选举久了 然后立委做久了 朱立伦的那种这个 呃 能生能趋的表现比较优雅 他的本质本来就比较优了 政治本质 他们两个都博士了 那个完全无关 哦 是啊 跟他的天生的政治本质有关 那他的家庭嘛 世家嘛 他爸爸也做过议员啊 这个朱立伦啊 嗯 他也看多了 对不对 好最后啊 只剩十秒了 那你们民进党不是完了吗 啊 以后再说吧 下礼拜再说 哈哈哈哈 你们民进党可以这样混日子吗 不 现在刚好亲王不接了 因为蔡英文还没上嘛 所以我们党内整合 比起国民党重新集结就很累 在那里面早晚就和我们明儿有点党需要再次发生了 感谢观看